介紹一下你們最新的版本 你要多新? 沒有就... 新到哪個部位? 喔好啊 目前新增是這個啦 這個 790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出過高規格的800 Pro 這個是帶DRAM跟散熱的 那790的話 就是它的價格其實比 800 Pro低非常多 但是它的寫數是 可以做到跟800 Pro差不多 那因為它裡面的話 它的其實穩定性 雖然它不帶DRAM 那它穩定性其實是很低 然後... 對 這款是目前比較主流的啦 因為我只知道你們的小張的SD卡 對 對啊 我只知道這個 這個是不太新 大概就是這樣子 啊你... 也沒有在更新欸 不是啊 因為我們就固定款 那幾款不太好 那... 比起更新我們是有做升級的 就是我們像基卡的部分 跟大卡的部分 我們全面都有升級去做提速 對 所以像... 呃... 你可以看到像... 以前買... 它這個的話 原本的速度是只有270 呃... 270 那我們是把它提到280 這樣子 那也是要用特別的讀卡機去讀 是不是 對 因為它大卡 可是其實現在 我們全部的讀卡機 基本上都是支持二合一 就是有兩個slop 那個槽 所以... 基本上都是可以讀的 OK 讀卡機這三款是新的 最上面這三款是新的 那...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同時讀兩張 其他平台可能就是 我雖然兩個槽 可是我一次只有一張 嗯... 它是一次性的兩張 比較寫 OK 其他就不用寫 呵呵呵 沒多寫 多老樣子 呃... go的它原本的寫數是... 呃... 原本讀書1750 我們把它提到1900 這樣子 那Diamond 跟go的有什麼差 對 這兩個都是目前 呃... 其實這兩個都目前業界 它的相機卡算最頂... 是頂規的 那這兩個差還差寫數 寫數它最主要是 提現在你的一些影片 錄製的時候 那其實這兩張都已經算是 非常高階了 嗯... 大多數客戶 除非它是真的非常頂級 相機玩家 不然其實在這裡就可以了 嗯...OK 就... 喔... 台北... 對... 這個是專門打Sony 因為Type A目前有 就只有專門打Sony 就只有專門打Sony 但我們價格已經沒有了 對... 那這個也是有更新過 就是800 Pro也是提速的 嗯... 全部都拉 那...那個有外接的那個 那個... 這個外... 它是660 它的話比較... 它是可以自己去 蓋裡面的東西嗎 可以...它有一個APP 然後它是可以去調整光的 可是我說裡面的那個 M.2可以蓋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它就是內建的這樣子 對...它應該差一點 那它有...它的容量有多少 跟多少 喔... Portable的話我們有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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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1T也有 然後後續... 所以最高就大1T 對...我們目前做到最大容量的 不是Portable 不是Portable 那像790我們就要4T了 好... 最高就7... 欸... 最高就是它 但它有到4T嗎 沒有... 這個目前還沒有 目前4T的就是... 790跟710 這兩款 喔... 對...但這款是低階的 JEN-400 嗯... 比較低階 所以基本上客戶要問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790 因為它的兩個價格 其實真的沒有差到 嗯... 好... 會考慮一下 看看 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